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叫袁紅斌 已經在這行業做了將近40年 我們紅斌絲畫就是 用棉花來表現藝術的各種方法 從一張畫的過程中 要把原材料選擇好 顏色要染好 然後把構圖處理好 剛開始我們只能做一些簡單的動物 然後慢慢地轉向風景 然後慢慢地表現柔物 但是後來講就要有色彩 現在我們也可以講 什麼樣的色彩 我們都可以把它表現得淋漓精緻 隨著人們水平的提升 我們的表現技藝也越來越講究 那麼我們在貼的過程中 也有很多技巧 力量大小 這都是完全不一樣的這種貼骨 我們的東西在故宮博物園收藏 我覺得千里江山圖這件作品 它真正是連續著我們中華文化的一個容索 所以我們這塊呢 用這個題材來展現 氣勢 淡純 來表現我們祖國的繁榮和喪生 我覺得愛國呢 應該在一個人身上體現了很多 但是我們覺得我們能為中華文化 能創造今天這樣的一個私華藝術 我們真的為它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自豪 我想今後的非裔的傳承 從職業技術學校裡頭 開始招生專業班 既要學繪畫 也要學工藝 還要逐步地上規模 未來的前景應該是非常的燦爛 無論從藝術上 還文化的價值層面上 都是非常精彩的